市面上的电解质的饮料 其实每一家的钠和钾的含量都不一样 钠钾含量不平衡的这些饮料 反而会加剧他体内电解质的不平衡 有许多家长遇到小朋友出现腹泻 或者是肠胃不适 会自行去买电解质饮料 但药师提醒 不清楚钠钾含量反而本末导致 假设他原本体内的钠已经不够了 然后你又疯狂的去补钾 含量比较高的电解质饮料 是不是就有可能造成他体内电解质更不平衡 那小朋友其实会更不舒服 持续进入秋冬也是轮撞 诺罗病毒的活药期 如果上吐下泻 务必寻求医师的协助 病毒性的腹泻 其实没有特效药 那主要都是会开一些症状治疗的药品 那在使用止泻的药品之前 建议一定要询问药师正确的使用方法 上吐下泻是身体警讯 就医治疗才能对症下药 而另外也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由于轮撞还有诺罗病毒引发了肠胃炎 临床上都以支持性的疗法为主 缓解避免脱水 如果就医后肠胃不适状况已经好转 记得补充抑郁消化的食物 例如吐司或者是粥 过到临近的药局 在询问药师之后买电解液 千万不要乱买运动饮品 否则补充过多的糖分 腹泻问题会更加严重 临近卫视 郑仁宗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